所以這個月費支持計劃 希望大家記得在28日之前 記得交月費,支持MyRadio 28日之前,記得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還沒呢?還沒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午子 張文龍,曾偉廉,鄭忠文,劉榮申,附他話 開始了 第二節,第二節 第二節說些什麼 其實第一節我真的猜不到 我沒什麼說 說實話我自己沒什麼備課 然後第一節就說到 看一看我時間,為什麼是零零零 原來已經是第一節 講到過了時間,你都說沒什麼 我沒有留意,沒有看著前面的時間 說一下正常事給大家聽,要高水平 你講到以前不高水平 我們一向都高水平 所以68.9真的不要節省 不要節省,賺夠支持一下我們 真的要打個字幕出去,不斷播68.9 講完藍就講鹿,你們打算 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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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 蔡英文,應該是他佈下的 因為為了要用我們最常聽的信 利行政綱裡面的承諾 就全面執行一個轉型正義 transitional justice 就變成什麼呢 中正紀念堂,放了什麼在這裡 放了獎公之外,有幾類貨品 還有國父、經國等 其實連毛匪也是有的 不過最搞笑的是 就是沒有小英 我想買小英的Q版很久了 還要這麼大隻 我看到有些蔡總統紀念酒 有紀念酒嗎?初有沒人 看到在面稅店 以前馬英九那些,你說他的形象低 選眼間就賣光了 你有沒有那些蔡英文那些 買了多久啊?初有沒人 人家出得多 初有沒香港也有 你這樣都可以兜到的 做陸營的新聞官 人家出產的量大 所以他覺得蔡總統不能賣 所以他覺得蔡總統不能賣 所以卸了架 打算上自己 變成少英紀念堂 不要緊 為什麼山谷不想播放紀念蔡總統 關什麼事呢? 他說那個位置是不能紀念蔡總統的 那不如拆掉他 他想拆的 他現在正在拆 快點啊,有期望 阿扁呢 講回歷史 阿扁其實將大中治政的排名 已經變成自由廣場 就算馬英九上任 都沒有恢復到 這一點 只是恢復了 派回憲兵 上去 還有將中政經理改回 那是正的 然後馬英九沒有將自由廣場 這四個字改回 這個就是我的問題 陳水扁2007年 將這個大中治政拆下來 改成自由廣場 然後又將中政紀念堂的牌 又都拆下來 改成這個台灣民主紀念堂 那OK了 到馬英九執政上來了 你換回他 那你換回那個台灣民主紀念堂 做中政紀念堂 那我覺得 當然怕首長 那其實同時換的時候 為什麼你又不將這個自由廣場 換回大中治政呢 這個真是 陳水扁 為什麼不這樣 為什麼你要做一半不做一半 你認為 你做了那一半 將大中治政拆下來 變成自由廣場 然後 綠營的人就覺得舒服嗎 當初呢 說真的 你將他變成自由廣場 其實是真是很好了一部份的人 其實你在台灣 很有趣的 他們是有一些 有一些很藍又綠 又藍又綠的中間選民的 其實他 其實告訴你 你應該做的做法呢 就是 你民進黨執政 將我的中政紀念堂 改成民主紀念堂 我執政的時候 我換回它 我大中治政 你拆了我的 我執政我又換回它 你夠膽 到你執政的時候 你又換回它 不是 你不是到來換來換去 換到隨便一個累為止 好了 但是你的問題是 人家都未叫累 你為什麼停了手 其實為什麼 這件事 為什麼他一直都不肯做呢 最大的原因是 其實你這件事 民進黨 其實一點都不得民心 是 你看到阿扁怎樣 之後做完那件事 你說貪污 其實是死了 整件事 當他去考慮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他的政權已經玩完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 已經想盡所有方法 來救回自己的民調 也都想著 用盡所有方法 來換回自己的選民 否則你不會這樣做 不如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你是做完其他事情 你看到的所有事情 全部插了所有 另一個 你看到 你見到綠營 會有這個動作 去做這一回事 去做這一回事 其實你是什麼意思 任路寄窮 沒錯 阿扁用到2007年 即是他卸任前的一年 才開始做 才開始做 那些意識形態的事 現在你看到小英 上任沒多久 馬上做這件事 其實會不會 告訴你 他的執政會 怎麼這麼快呢 說真的都數不完 一來一休 加班費 退保 勞保 那些改革 全部都 軍工教 其實還有旅行 兩岸 所有事情都破產 你說 怎麼不搞中央紀念堂 一定要搞兩次 由頭拆到下 是啊 其實不只中正 現在連國父也說 都不要弄個帳 但有時候是說 你那個偶像順敗 但是他們自己建的八田與一 他們說 國父沒有說 在憲法裏沒有說 孫中生是國父 那你真是死得 那 嘩 OK 有些朋友未必知道 憲法沒有給你呼吸 說一下背景 大家未必知道 什麼叫做轉型正義 那就說一下 儘管 做了功課就說一下 說一下 你是想說東歐國家那些 轉型正義 其實我先解釋一下 因為大家 你不要人說轉型正義 你又說轉型正義 那他現在是這樣做 轉型正義 當然大家最熟悉的 應該是在德國 希特拉被人自殺了 當他是縱說法人之後 其他成員國家 跟他做一個清算 不過最重要當然是 他自己 德國自己內部 自己有對 他的歷史有過錯的犯 通常是什麼呢 書的解釋 就叫做民主國家 對過去獨裁政府實施的違法 和不正義的行為 將進行補償 通常以賠償司法 憲政行政利史著手 即將獨裁政府抹收財產 審判獨裁者 整個調查真相委員會 大家很熟悉 如果熟悉台灣已經知道了 又要紀念那一日 或者紀念那段歷史 要將那些回復名譽 或者叫做系統改革 那來了 調查真相委員會 其實如果大家熟悉台灣那邊的律師發展 一定會知道 有200紀念的基金會 其實當年是 有沒有記載李登輝去做 沒錯 20年了 20年了 即是如果大家認為 國民黨沒有對他自己 以前做過的事 報道歉賠償呢 其實李登輝也做了 李登輝不是國民黨的 什麼牙尾正男日本人 他是日本人 他是日本人 很有趣 他們的思維很有趣 李登輝是做國民黨主席的時候 做了好事 他就不是國民黨人 他做了壞事 他就一定是國民黨人 所以國民黨貪污腐敗搞黑金 但民主改革就不是國民黨份 那是誰呢 就是誰敢牙尾正男 你這樣說 不是應該把王遜界捧出來嗎 他應該是 那時候大大力在這裏 追著經過聲 我這樣不知道 他是國民黨主席 但是他又說 不是國民黨開放 是李登輝開放的 他是他搞黑金和他搞腐化 不是國民黨搞黑金和腐化 不要扯了 不要扯了 扯了太遠 我們就回中正紀念堂 繼續去講一下 現在的情況如何 他應該是有個提案出來 他準備立法通過 其實應該不是立法通過 他是打算把所有 他拆那個紀念像 拆那個銅像 就說要通令行政院 所有學校都要拆掉 但是當中的事情不同 他就沒有動 他只是想把那個東西改革 又變回 以前把他找個鐵籠圍著 又講得很好聽 通過藝術與文化的力量 帶動台灣社會 不斷對話和思維 心態轉型正義議題 討論馬上真正和解 我心想 那不是一早就和解了嗎 當然沒有 又有二百紀念公園 沒有和解到的 他和解了的話 就不用選 其實就不是沒有和解的 當時要賠償那些人 都已經全部拿到證據出來 其實就很容易就已經賠償到了 也都這樣講 你說到死了幾十萬人 之而此類很大數目的屠殺 但是你真正出來拿到賠償的人 是幾百人 不是啦 都有一千人 接近一千而已 我講幾百 接近一千人 七八八百人 但問題是說 如果真是一個 這麼大的數量的屠殺 如他們六刑 就是民進黨 對二二百的解釋 其實就應該多到是說 每街每巷都有人來拿到這個 這是很常 全台灣應該都有很常 那時候整個台灣有多少人 沒有啊 一定沒有二千一百萬人 即是李登輝當時做和解會 已經有二千一百萬人 但那時候一定沒有 六七十年前 有沒有可能有這麼多人 四十萬人怎樣殺 所以我們回到那個拆銅帳那裡來講 拆銅帳這一樣東西 也同樣的 就像剛才我所講的一樣東西 就是說 你就拆了 你今天拆這個銅帳 那我執政的時候 南方執政的時候 我就安上去 又看哪個累 但是多一個累 叫做什麼 很浪費金錢 即是很浪費的這件事 那大家認為這樣可能出盡到賈償制呢 你不是這樣說 你不會 我拆了你之後再放下去 那時候 你說中國石油以前哪是匪區這邊的 那是台灣的 那樣換一換名 它又要花一花錢 我覺得 國民黨自己有多少責任 就是你當李執政的時候的八年 每逢到這些春秋二制 這些二二八前 都有人有些毛頭去林洪柳 就是對掌公像林洪柳 對國父像林洪柳 總之去做這件事 那你當時其實為什麼不會拘捕他們呢 他是不是一個刑事偉懷 你拘捕了兩次 基本上台灣捉不到 香港捉到的以前 其實是沒可能捉不到的 那句說話是捉到的 但問題是你不會去判得很重的 上次那幾個去挖花 別人的選舉廣告 去罵連勝民那些 他都不是判得很重的 那你就要判得很重的 那你就要判得很重的 你不要理他 我打了他一下 用徐仔打他一下就好 用拳頭打他一下 或升他一巴掌也好 我是先給他懲罰他 你要告訴別人 是會懲罰的 還有馬英九第一次執政的時候 整個立法院 整個立法院是有三分二的秩序 那時候是你的 那時候收獻都可以了 你明白嗎 如果那時候你說 你破壞公物 我不是針對掌公同將 我破壞公物 我刑罰高了 那如果這樣的時候 他臨了貫紅油 要蹲三年的話 你還有沒有人去呢 有的 你的成本是不是大 現在不是的 現在你不計成本 臨你就臨 你現在還要封我做英雄 那些人就去 你明白嗎 那些人說 我不是為了 因為這不是一種極權的方式 是一種法例的方式 去保障這件事 你自己國民黨 都沒有去保住掌公的帳 你執政八年 你都沒有去保護他 到你在野的時候 動你不動你 怎麼這麼奇怪 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看到他拆 我都沒有反應 大家都拿選票 教訓了國民黨 大家不應該 我又有什麼感覺 我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這次最主要 民眾的反應 就是已經有看穿了那種東西 不是覺得你無聊 你小英 你都不聽經濟 別人喜歡吃飯 你跟他搞這些 還有最重要 人家又看穿你 你民進黨 你經常說會改變 沒有農料 會走回中間路線 最後結果 就是走回那些道路 又拆掉所有東西 然後又怎樣怎樣 最搞笑的 其實如果大家去過中正紀念堂 買產品 有一件事就是 你買得獎公 一定會買一個人 那個叫毛澤東 我真的沒有買過毛匪 他沒有說要毛匪行駕 這件事才搞 說實話 那個毛匪不是他的敵人 有多少台灣人去中正紀念堂 有多少台灣人真的會去買 毛匪和蔣公當年雙十譚 碰過的那幅畫 搭了到那個花園 可能他遲些就剷了蔣公 然後剷回毛澤東 那就糟了 他們很有趣 因為其實這群人很有趣 他一口氣就說自己反共 但問題是他會不斷幫他 你何時見過民進黨反共 有反共嗎 他說自己反共 他們不是跟馬列主義比較親近嗎 他很親近的事情 他現在單單是拆長公和像 還有搞中正紀念堂 這件事 或者他現在所謂的轉型正義 就是跟共產黨當年得到權力之後 搞那些分化文化大革命 居然之後可能你遲些拍一張照片是錯的 你被人批鬥 是因為你跟國民黨拍一張照片 可能全家都死了 其實都不太明白 甚至他其實是現在民進黨做的事 是跟以前共產黨是一樣 完全等於的 其實做的事全部都是等於的 例如做一些假新聞 我以一個為例 就像早前《自由時報》 報導一個民進黨的議員 姓彤那個 打老婆 然後他就說 彤議員已經退出國民黨了 《自由時報》 帶大條題去寫這件事 喂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盲目看報紙 他不知道這個議員是什麼 你是不是在說香港那些國際戰專家 是啊 你幹嘛又特別看 這些不是就是他們在不斷在做 民進黨做的惡行 是啊 很多人不相信 其實跟當年大陸那些 即是說台灣那邊在吃椒皮 那些假新聞其實 是啊 但是你在吃著樹皮的時候 就叫人家吃椒皮 然後你 228那裡 其實我經常說228 其實這個是一個 即是今天馬英九我 他說他接手 首先他去了228公園 去試制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還有 你認為總統你再去做什麼 就算跟這幫人說一萬次道歉 他們是不會聽的 你又不對 他真的不是跟他們說道歉 他整個考量就是 你做給整個台灣看 國民黨是真的有接受的 這件事是對的 有嗎 你作為國民黨主席 作為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你連年都有去 是啊 所以他就贏到高的聲望 得來效果 你高聲望 但是沒有人去想知道真相 六營 是無時無刻事事 24小時 好像西奔爾利弗那樣 要告訴你 他對228的解釋 對掌公的誣衊 他是24小時不斷地這樣做 你們不是 玩什麼好像很公道 我不是說公道是不對 溫良弓劍弱 我也不是覺得不對 謙謙君子是OK的 但是你看看你的對手是什麼 但是都是那句 你距離24小時 47、27都沒有用 最多就是 鼓劃了那些 給你一百人好吃 二百人好吃 一千人好吃 台灣有二千三百萬人 你總不能因為要打擊那一千人 而放棄了那些人 首先很多人聽一件新的事 例如228 他會有先進去住 我第一個聽的故事 我覺得是真的 第二件事 他根本就是知道皮毛 但是這些那麼皮毛的事 永遠就是在民間裡 大家口傳這些 作出來的故事 編出來的故事 令人最容易記得 真相的國民黨有說 但是你收藏在那個寶庫裏面 不是去研究 畫出來的人 你是看不到這些東西 變了其實 你不斷浮面被人看到的 都是一些故事來的 編織的故事 或者是民進黨有解釋的時候 你對於一些普通的人 你不是專門去研究 228的人 或者專門去花心機去看多些的人 一般台灣的平民百姓 普通人我不關心歷史 不關心時事的人 對於他來說 他就是看到這個表面 浮在面子這一層 這件事真的挺難的 說真的 因為他們只是看自己的東西 他完全沒有打算放開自己的眼光去看 他根本就是沒有空 走去放開眼光 他只不過是一個我想了解一下的時候 我想了解一下的時候 我就上網Google 228 我很想了解一下的時候 我就順利順手拿了一本書228 但是這些 所有他很容易拿到Google那些 這些書 很近袖手的書 就是文進黨拿出來的故事 就是文進黨學者 文進黨專家寫出來的故事 但是你藍營的人 或者一些真真正正的研究的人 去真相 不要說真相 比較持平中立一些的論述 或者說法 是完全不同面的 其實因為為什麼不同面呢 很簡單 因為你本身那些東西 你講真相 講得難聽一點 真相就是文聊過 好像水一樣 怎麼跟那些小說呢 你會看歷史書還是小說呢 你當然會看小說的 你會看金融 還是會看 你會看宋朝亡國史 還是看金融 就是看三個字 已經多過看三個字 永遠都是這樣 就是你好像現在這個 每逢二月這個祭辭儀式 就一定是拿掌公出來出來 但是你要知道 二二八和掌公的直接關係 其實是很少的 其實主要 最核心最原兇的人物 就是當時的台灣省政府 不是台灣省 台灣政府以陳儀為首 那個政府 行政長官 那個行政長官下面那些人 包括陳儀 這些才是二二八裡面 我不敢說他是原兇 但是他令到整件事的導火線 整件事的起因裏面 有很大的因素 就是在他們這幫人裏面 但是如果你跟那些人 跟你說二八 國民黨刷死很多人 你問他知不知他陳儀的時候 他可能說不知道 陳儀叫 你問陳儀他知道的時候 那陳儀在哪裏死呢 陳儀後來怎樣死呢 撞到哪裏 現在撞到哪裏 他是完全不知道的 明白嗎 數總統都數不出 有多少個呢 因為其實他把所有責任 全部都推卸給蔣儀 你想想多麼恐怖的事 就是 你說那些人知道二二八 最不關係那個人蔣忠正 但是他所有人都覺得他是最有關係的 那你這個是 因為你屈落蔣忠正裏面 是最假的東西來的 你屈給任何人都沒有那麼假 你屈給蔣忠正是最假的這件事 是最假的最假 你都是會有人相信的話 我請問你真相就是 真相又怎可能可以真相大白呢 這件事沒有的 如果 你真的說實話 有些人的說法 我也聽過的說法 蔣公將在台灣拆了他 為什麼這樣說 不要再給這班人 就是你拆了他 收起來 不要再給這班人去污衊蔣公 不要再給這班人去騷擾他 這位老人家已經百年歸老 已經離開了人世 都這麼多年了 都這麼多年了 其實也都有一些事 不要再給那班這個混蛋暴徒 他經常被他這樣拿出來批鬥 算了吧 拆了他 那些人是這樣的說法 其實大家都覺得他很煩 煩到那個地步 其實你真的不需要 其實他又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為了一個舞台 為了一個自己有一個法事空間 他不斷不斷破壞那些像 但你如果看新聞 他們是很仇的 什麼仇 他們是仇的 很有趣的 真不知道為什麼 連郭芙都拉下來 郭芙是殺人兇手 ROC是外來政權 有時候沒有話要說 因為對著這班人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你到底拆還是不拆 要是用鐵籃圍著他 都沒有用 你說加重刑罰 說真的 你只要去坐牢 有一群人 明天二八 有一群人我非常尊敬他們 其實往年很多年 有些親綠的團體 或者某些人 就專門去中正紀念堂 去丟一些油 去弄髒 掌公的銅像 那些 今年他們就不是了 你又來搞一局 你來搞支持 我洞人在這裏 他們自發就去保護了 當然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會不會出現五星期 我們都不知道 一早就出現了 無論如何都好 這班人去保護 警察不去做一件事 警察應該去抓 上年應該去抓這種事 告他們 你不做這件事 你不做這件事的時候 這班人去做一件事 我去保護 你敢扔東西 我就開你拖 你說那句 我增加你的成本 其實應該是 原來我來扔罐油 我會被人打的 原來我扔罐油會被人摸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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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被人打春袋 你下年的時候 你會考慮的 為什麼文龍說話 這麼像我們藍絲 那些 不是 我經常都說 愛港力 青關會 其實應該是找人打拆他們 每次收七塊出來 下次你封了兩槌的時候 他回去跟大哥說 我們大哥要被人打的 起碼加有九塊 一千 你增加他的成本也好 現在就是一件事 綠營事無敵 但他做了這件事 就打拆他 或者你想辦法 令到他覺得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的工作 這個工作 既然有難度的時候 難度甚至越高的時候 他收的錢就要越貴 這件事好像沒有自己保護過 其實真的沒有 想起來 其實真的沒有 你想一下 你講得難聽 你保護得了嗎 其實當年起了這麼多 那你起碼中正記 當年起了這麼多 你都說 你說去保護獎公園 說得難聽一點 你突然間 那裡有個獎公園 真的是沒有人知道的 真的 有人說 好像今天那個基隆 那個衝突 有人看完 心目 那裡有個獎公園 這麼厲害 其實真的沒有人知道 那裡有個獎 這麼多年 你說大專業校 好像上天就是張三講 那個獎 那裡有個獎公園 讀了這麼多年的人 都沒有人知道 如果有一天 我有錢 台灣買屋的話 買一間很大的屋 譬如有前後花園 我一定在家裡 二月的時候 我就建一個 掌公同場大大國 引咎你這幫混蛋 進來裡面 就被你破壞 但我下面整個陷阱 那些野豬夾 那些 一進來就掉進洞裡 然後就像周星馳 那樣丟一些 我不會打算用CCTV拍下他報警 這個很好玩 你進來我家 私人地方 你種了野豬 不好意思 我真的會這樣做 如果我在台灣定居 有一間這麼大屋的時候 搞不搞這些事情 說真的 你和 不知道是不是我欺善拍 我都對他們沒有這麼好戲 因為其實說真的 他們真的很無聊 我也很無聊 我野豬家很有空 我報他的時候 說真的 有時候 我怕野狗來搞我 為什麼國民黨這麼多年來 都不想這樣接觸這件事 就是因為他真的不想再進一步 你拉那塊肉 我又一起拉那塊肉 真的手會斷 他其實真的不想 不想再擴大傷口 你不想再擴大傷口 就出手割了他 這個做法很有趣 沒辦法 那一隻野狗 你膽膽死他 但問題是說 他現在不是吃肉菌 這裡有吃肉菌 我斬了這一節就沒有 現在問題是說 你今天搞完掌控銅像 他沒什麼要搞的時候 他就搞你條中正路 搞完中正路 就搞中山路 都搞過 將戒壽路 改革大人大路 你一直一路就會有這種事 他們不斷重複做這種事 不斷去做這種事 重複又重複 其實心獨有多少人 其實應該是一半一半 其實他不需要心獨 他不需要心獨 所以台灣人 如果智慧的人多些 就發覺的話 我覺得這次也有一點好 就是說 你去拆中藝紀念堂 那些東西 你動它的時候 很多民族就說 不要搞這些東西 你先搞好經濟 大家都會有這個聲音 其實這個 大家驗了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很正面的 所以你不對他們 反而就更好 如果殺有其事跟他們鬥 那就更麻煩 讓民眾看看 他們根本就是任務幾紅 全部都 因為去獎 去獎 那些民眾馬上看到 因為有阿扁的經驗 但其他沒有 你好像沒收黨 大家都覺得好 他又不一定 是沒有反應 你不要說 大家可能覺得 國民黨是活該 說真的 你自己的宣傳力不夠 下一節我們再講 繼續講 好 先行